外墻老舊斑駁 大楼走廊 混乱压抑 明明临近 热闹的西门丁商圈 气氛却显得格外冷清 这里是北市西宁国宅 也有猛鬼大楼的称号 会有这样的标签 其来有自 2006年有妇人住在电梯井内离奇城市 当时现场还拉起封锁线 禁止民众靠近 早在1987年就有国宅住户的孩子 因为电梯故障意外坠楼死亡 成为国宅第一起意外事件 大楼多年来平传坠楼 所以一个月一两个 这样很可怕 人家拍子手也在我们这边 拍子手也从拍子手掉下来 我们土地公园在后面 他土地公园在那边也掉了一个 国宅自1981年落成 四十多年间累计超过三十人 坠楼离世 让大楼诡异传说 不禁而走 甚至有一说是风水出了问题 这里是盖成一个 藏的口字形 那这个藏的口字形呢 它中间有这一个藏廊 这样整个贯穿 那中间有连结 所以变成一个口 很多的口 那人在里面 就会变成一个囚禁的囚 会钻牛角尖 会把自己绑起来 会有负面的思想 真的是大楼风水惹祸吗 就连国宅一楼的警察局 都曾传出诡异传说 上面有人跳楼青森 那地下室这边呢 是菜市场 杀鸡 杀鸭 杀鱼 哇 这些都是所谓的森林 被绑在这个地方 就形成地浮林 所以这里的阴气就会很重 所以据说这个以前 这个派出所在这里的时候 连园警在这里睡觉 都会受到阴的磁场的干扰 他们其实在他们的那个宿舍 常常会碰到一些怪事 当然有一些人说 有可能会从床上被搬下来嘛 等等之后会移位等等之后 但其实他们说 他们晚上甚至有些人 会在那边听到一些 有人讲话的声音 可是问题是根本没有人 然后甚至还会听到很多脚步声 那当然也没有人 所以说有一些警察 碰到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会害怕 各种传闻盛嚣成上 当地居民请来土地公正煞 也办了大型法会 寻求平安 办一个大法会的时候 那我就去警察局 去调查所有从第一个 第一个下来的名单 就每一个人立一个牌位 大概是三十个左右 就每一个人跟他立一个牌位 就跟他立一个大操骨 我们俩也是要靠一点信仰 自从那次办了以后 我是觉得就很平安 这种事就很少听到 虽然近十年国宅不曾再发生意外 但要撕除负面标签确实不容易 对于猛鬼大楼的民生 当地住户也很无奈 因为出租国宅便宜 想入住的人还是很多 甚至光是排队就要等上十三年 还有最难入住国宅之城 一直排队就是房租便宜 四十年前他们来租屋 就一房一厅的在三十千块 两房的也是差不多六七千块 七八千块 三房也是八千多块 还有一万块都还有找 所以我们的里内的地收 大部分都是在国宅里面 我们里内地收大概有三百户 差不多都是在国宅 外面很少 都集中在这边 也因为入住的多是弱势族群 出入口又多 根本无力管理 才导致进出复杂 这或许才是过去大楼 意外频传的主因 真的谁要上去 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 我们两个大楼的监视器 有一百只 以前是没有 那后来我上去以后 那个防护网 都是我那时候做的 包括那个里面的天井 外面的女儿墙 都有加墙 而这些都市传说 听听就好 里长说真正该害怕的 是西宁国宅的屋框 上一回大地震 大楼梁柱就有多处损毁 就怕再有什么闪失 住户该何去何从 像这中间的梁 凑在一起 就是两个小吞 凑位 凑位 都像这个都要补过 这一大块是403的时候 跌了很大缝 后来再来补这一块 屋框的问题就是说 最主要是我们这边是海沙屋 那海沙屋就是几次的地震 都有裂缝 其实我们看的是心惊胆跳 就怕了说万一一次大地震的话 大楼屋框岌岌可为 我们就实际募集到 大楼内多处钢筋外露 墙壁裂缝甚至大到能够一眼看穿 因此市政府也规划 2025年动工拆除原地改建设宅 不但有望洗脱过去传闻 住户的生活品质也能提升 因为目前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是设宅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些 社府的机构 像这个育儿中心 托婴中心或者是长召中心 等等的 那这种社府机构 对周边的民众来讲 其实是一个蛮方便蛮便利的措施 所以如果拆除重建的话 对周边的这个整体的发展 不只比较好 对整体的社府机会更加的提升 因此对当地的房价 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西宁国宅改建设宅 预计在2032年完工 住户大多乐见其成 矗立超过四十年的诡异大楼 将走入历史 迎来全新风貌